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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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初級千千 今天呢要來做一個 身為肥肉信徒 一定會喜歡的生日蛋糕 就是焢肉蛋糕 超多人在網路上看到 這個食譜的時候 就瘋狂丟給我 我們今天就來做做看吧 首先要準備適當的五花肉 最好是帶皮的 沒有滷起來比較好吃 這皮怎麼真的硬 欸豬皮這硬度不對吧 這刀工看在那邊 他那時候說要幫我切的時候 我應該要說好啊 欸我好像抓到訣竅了喔 五喔五喔 這樣子之後呢 打一點糖下去 哇 這顏色超美耶 好酸喔 然後到旁邊這裡 哎唷 又燒了 有點焦糖化之後就可以起鍋了 先把剛煎好的五花肉倒進去 蒜頭 整個倒進去 蔥 喔好像有中泡菜的感覺 醬油 再一點點我會喜歡米酒 然後白胡椒 你吃看感覺 接下來我們不加水 加啤酒 接下來蓋鍋蓋開火 然後用壓力鍋大概燜三十分鐘左右 但因為我們 我沒壓力鍋 所以這個大概蹲一個小時左右 來囉 我好像聞到一股臭味道 來了 我先開開看 因為我一直聞到臭 下面有一點臭味道 再加一點水好了 現在要把它壓平一點 因為這樣側面的時候才會漂亮 因為這樣側面的時候才會漂亮 放好像有點不夠 喔喔喔喔喔喔喔 夠 剛剛好喔 ギリギリ 接下來我們要鋪上最後一層 量有點不夠 我們來把它切開 好 這樣就多了 可以擋過它燒 所以我們要用另外一種脫模方式 這樣應該可以脫成功吧 中間那一層又不見了啦 完成 完成 我們一起祝十月的壽星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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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蠟燭 好 我幫你吹 生日快樂 十月的壽星收到控肉蛋糕有開心嗎 好 我們來切一下剖麵圖 不對 因為畢竟是生日蛋糕嘛 我們要先切一片下來給大家看看 你看 好啦 我們一起來迎接它的剖麵 我現在好像切得滿成功的 紫月的壽星有興奮嗎 喔 旁邊垮了 等一下 OK 我相信十月 這裡垮了根本就是 已經變成控肉飯了耶 已經沒有落下了各位感覺 我們現在來吃一口看看 先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這畫面太美 我不敢看 喔 背角在這兒 這畫面太美 我不敢看 先來吃第一口 好好吃喔 我跟你說我放了超多啤酒跟米酒 我本來以為它的酒味會非常重 結果完全沒有耶 而且它的那個控肉吃起來是甜的那種 然後蹲起來沒有想像中軟嫩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沒有用壓力過 或是我蹲的方式 或是我蹲的不夠久 可是我覺得是QQ的 我喜歡的那一種 可是這很麻煩 吃起來一點都不漂亮啊 這如果真的是男朋友送你的話 我覺得應該很難在他面前吃耶 但我之前有看過新聞是有女生送給男生這個 我看它做得很漂亮耶 跟我的好像有點 這樣有我滿滿的愛啊 好的 給你們看 這是這個剖面是不是滿美的 而且你知道我擺的有多追性嗎 你看這裡 很像 這裡就有很多塊卡在這兒 因為那個肉我覺得它不太好切 一定是刀子的問題 果然 公約三級四必先利奇蹟 我還是去買一個跟詹姆士一樣的 詹姆士好了 我有點好奇耶 如果你們男朋友或是女朋友或是家人 就你生日的時候送你這個焢肉蛋糕 你會開心嗎 我個人會滿開心的啦 但我不知道大家會怎麼覺得 你們看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即使是再怎麼喜歡吃肥肉的人 吃太多還是容易膩呢 好 吃冰喔 你們不覺得吃東西吃到有… 吃到會膩的東西的時候 你再吃一口那種香草冰淇 你就會覺得 嗚… 這是天堂嗎 好多肥肉 不行 我… 我是肥肉信徒 我不能因此而退縮 你們不覺得這樣的畫面 它其實就是一個焢肉飯嗎 哈囉 蛋糕呢 我的蛋糕呢 原來是焢肉飯的部分啊 我還以為是蛋糕呢 這只要哭啊 我忘記了 來喔 來喔 最後一小塊快吃完了 你看剛剛燉肉燉那麼久 想說為了做一個蛋糕 現在就很像那種去便當店 然後買那個空座便當吃到一半的感覺 真的是嗎 最後一塊肉 然後 最後一塊肉了 然後 以及很多的白飯 這個比例我覺得可以啊 最後一口溜 來囉 焢肉蛋糕完食 其實我覺得做出來沒有想像中軟嫩耶 不知道是沒有用壓力過的關係 還是我煮得不夠久 不過就是口味上還不錯 算是普通偏好吃的 普通偏好吃 至少還有好吃嘛 但是千萬不要像我一樣做太多 因為我剛剛其實吃到後面的時候 會覺得有一點點膩了 你們可以做個四吋就好 不要跟我一樣做十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掰掰 生日快樂 你長得像我uncle 我在開我的 這部如果有多少人看 我就是開多少人的演唱會